伴随着我们前两天测的iPhone 今年的新机发布潮终于开始了 安卓这边亮相的首位大将 便是联发科的新平台天玑9500了 这次天玑9500在使用了台电N3P工艺的同时 它的CPU和GPU都升级成了ARM最新的IP 而NPU和ISP也有了不小的更新 今年的发个在各大旗舰里表现如何呢? 我们今天就先在工程机上前瞻上手一下 马上也会有零售机的测试带给大家 天玑9500的CPU部分还是保持了9400上的1加3加4的规格设计 不过从天玑9300上发给就已经开始用上全大核的设计了 这次天玑9500也不例外 一颗最高4.21GHz的CEUltra超大核 搭配2MB的L2缓存 3颗3.5GHz的CEPremium超大核 每颗搭配1MB的L2缓存 以及4颗CEPro能效大核 每颗512K的L2缓存 全核心共享16MBL3缓存 配备10MB的SLC 今年由于ARM对它的核心IP全线改名了 所以搞得很多人一头雾水 到底哪种核心是哪跟哪呢? 简单来说 CEUltra就是X925的计认者是一个超大核 CEPremium是X4M的计认者是一个大核 而CEPro是A725的计认者 这下是不是更清楚一点了呢? 具体来看一下他们的架构好了 首先是超大核 CEUltra 它想比X925是增加了ROB乱续执行窗口的深度 也增加了Scheduler直令窗口 FP计存器的深度和仿存这类深度 但是主要的执行单元数量并没有增加 你可以看作是在X925的基础上略微的一个进化吧 不过这颗超大核目前的规模已经是几乎所有的处理器核心里最大了 且不说它的性能如何 它的后单执行单元的数量甚至是要比A19Pro那颗超大核还要更多了 反正堆料只给你狠狠堆了 然后这次天玑9500的三颗大核 CEPremium 和去年9400的附用老核心X4当大核不一样 9500的这颗CE大核其实就是拿CE超大核砍伏点得来的 它大幅缩减了超大核的伏点后端规模 但又基本完整保留了整树和仿存部分 由于多数手机应用都更吃整树性能 所以这颗大核能以比较低的功耗实现多核收益 这颗Premium大核用的毕竟是Ultra超大核级别的权端 所以相比X4肯定是要更宽的 但整数LU和浮点FPU的数量相比9400上的小X4并没有更多 所以IPC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感觉就是专门做了这么一颗适合全大核体系的大核 就是这个CEPremium 最后就是新的能效大核CEPRO啦 实话说跟A725差别不是特别大 但还是一个五宽的前端 偏向整数的设计思路 算是A7XX核心的一个常规迭代吧 天玺9500的几个核心之间的延迟我们也测了 是小于100纳秒 数据上讲是好于上一代天玺9400的 具体单核的spec详细能效风险 我们就放在零售机上跑了再给大家分享吧 这里先还是拿工程机来给大家前站一下 Geekbench 6的表现 首先强制散热下工程机单核是3666分 多核11014分 这个比起前代天玺9400的零售机也算是有一定进步了 尤其是CE Ultra的超大核 单核的提升是不小的 也能够超过去年高通的81L 不过单核依然离苹果最新的A19系列还有差距 多核的极限跑分倒是能够基本接近A19 Pro 极限性能图一了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能效曲线 从能效曲线上看 至少这台工程机上的这颗天玺9500 它的CPU多核 相比前代零售机的9400能效提升幅度确实是不小的 发哥肯定还是花了不少精力来打磨这颗CPU的后端设计了 不过它的CPU多核能效还是没能打过苹果刚出的A19兄弟 相比标准A19还差一口气 另外我也要强调 这一代安卓端的CPU在GB6里的性能提升 有一部分是SME2扩展指令集所带来的 开发者必须要主动调用SME2才能获得这么大的增益 传统的CPU性能提升可能就不会这么大了 这就等到我们后面测spag再和大家聊好了 GPU方面发哥还是带来了不少惊喜的 ARM这次也把GPU改名成了G1 像天玺9500用的旗舰GPU就叫G1 Ultra ARM现在把10核以上的GPU统称为Ultra了 具体到天玺9500上和前代一样给到的是12核的一颗GPU 最高频率可以飙到1716Mbps 这颗GPU的改进不可谓不大 我们首先测了一下它的理论算力 F132单精度浮点已经达到4.5T了 这个甚至和Xbox Series S都差不太多了 当然实际性能肯定没有那么强 毕竟受内存带宽和散热的限制 但也算是一个里程碑 与此同时这颗GPU也专门加入了FP16的矩阵印算单元 这个应该是给AI准备的 这次GPU性能提升的一个主要源头在于ARM的新特性 IRD 现代GPU渲染游戏画面需要通过多个渲染步骤 Render Pass 通常后一个步骤都是需要前一个步骤的结果才能开始处理的 以往每次GPU渲染一个步骤后 必须等前面所有步骤完成之后 才能继续进行下一个步骤 这样就浪费了很多时间 尤其是在大GPU上等待的时间非常久 但是这个IRD技术就改变了这一点 我们曾经做过视频聊过移动端的TBR切片渲染 而有了RRD技术之后 只要前续的一部分切片处理完 就可以立刻继续处理这部分切片所涉及到的后续步骤 不用浪费时间等待整帧画面完成 减少了等待时间的同时还能减少数据存取 节省内存带宽 IRD更多是服务光山化游戏 但这次TN9500的G1 Ultra GPU的光追提升更是史实级的 而这次新的光追单元RTU V2 不仅光追单元的数量翻倍了 还终于在安卓手机上第一个实现了硬件BBH的加速结构便利 在驱动和API方面也终于支持了完全独立的光追管线Retracing Pipeline 之前所有的安卓手机平台都只能用Ray QRay实现光追 你可以认为只是在普通的计算着色器里调用一下光追的函数而已 现在有了Ray Pipeline总算是补权的流程 光追的完善程度也是更加靠近桌面显卡了 实际上这颗GPU的光追性能确实是提升巨大 Solar Bay Extreme甚至超过了2570分 苹果今年提升超过50%我们都觉得很离谱了 发哥这是直接翻了三倍啊 这个甚至比苹果还要更强 实在是太狠了 GPU的另一个改进是Dynamic Cache 动态缓存 这就是联发科自家的了 给开发者开了一个动态调配SLC的权限 确保频繁被使用的一些动态资源可以不从缓存中被逐出 而在那些特别吃内存缓存的游戏比如《绝区零礼》 就可以节约一些功耗和资源 那么天玑9500的GPU实际能效到底有多强呢? 直接来看一下工程机的能效曲线好了 相比插口器的CPU 它这次的GPU 绝对可以用冠绝群雄来形容了 至少在这些工程机上 GPU的能效轻松打赢了刚刚称王的A19 Pro 当然零售机是什么表现我们很快还得再看 但是从工程机的曲线来讲 你明显能看到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GPU 哪怕跑满似乎也很难说达到了能效拐点 给多少功耗就出多少性能 这个堆料还真是够够的了 这次天玑9500还有一个很大的改进就是它的NPU 它的NPU是由一个性能NPU990和一个能效NPU双NPU组成的 内建了SRAM 这个NPU针对Transformer模型有专门的固化电路 并且还支持大模型的内存压缩技术 我这里拿它跑了一个千万2.5的3BQ4模型试了一下 天玑9500的提升主要是在prefuel 也就是模型读取prompt的速度 这个阶段主要是吃算力的 天玑9500相比9400甚至翻了近6倍之多 这次NPU990在prefuel上确实是强的腻天了 而在更重要的decode也就是实际土字的速度上 因为主要是吃内存带宽 所以提升没有像prefuel那么大 但是同功耗也快了将近40% prefuel的大幅进步就意味着端测运行Agent应用也不是不可能了 而在内存占用上 有着内存压缩技术的天玑9500 也比天玑9400吃的内存明显更少一些 官方还在工程机上给我们演示了一下4K深图 以及大于100tokens每秒的端测文字摘要翻译 相比云测虽然模型参数不大 但是速度确实已经有点媲美了 感觉这一代天玑9500的端测AI能力还是挺给力的 虽然很快就能测到零售机了 但我们还是按捺不住手痒 先在工程机上跑了几轮游戏前瞻了一下 首先972P超高分辨率超高画质的奔铁 天玑9500工程机 跑出了平均57.4帧 整机功耗7.7W 相比上一代的9400和8800 这个帧数明显更高 功耗又来得更低 明朝864P极高分辨率平均59.5帧 功耗只有5.1W 王者120帧极致整机2.8W 确实还是挺不错的 看起来天玑9500把非常多的技能点都扔在了GPU上 那我现在就特别期待接下来OV2加零售机的表现了 可能一小会儿之后大家就能看到视频了 那么废话我也不多说 就请大家拭目以待吧 这期前瞻上手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投币、关注 我们马上就能见到啦 拜拜